一想不到,中国男足最新消息 主场不敌叙利亚,球迷幻想破灭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丢球前的那个防守,人家起脚射门了 他徐兴就站在哪里 手往后面背着,看着让人家射门 你网上干扰一下,也是一种进步啊 不明白在俱乐部都不是首发的人 在国家队竟然能首发 防守球员没上前逼抢 导致对方球员可以用舒服的方式从容起脚射门 叙利亚这十几个队员 除了四个在别的国家踢球外 其余八九个队员都有各自谋生的工作 有的是理发师,有的是卖早餐的 还有开卡车送货的 事实证明男足不适合五后卫 五后卫的要求是两个边位直上直下进后攻退可守 两个后腰拦截能力强硬 可咱们的后腰软绵绵 不敢身体对抗 两个边后卫一旦攻出去就回不来了 对方打反击一打一个准 所以适合男足的阵型是四后卫 遇到太差的就打433或442 稍强一点就打4231或451 叙利亚最专业的是中后卫一个体育老师 就是在这个体育老师的组织下 他们聚在一起配合训练长达20多天 有一赛多发现问题是好事 风无力的问题很难解决的 看年轻一代的了 至于结果有一赛倒是无关紧要 实力在那不要天天想着偷鸡 之前亚洲热身赛之王投钱也不是没有过 别的不说 就90分钟反击无锡跑那两步 就知道这支队能走多远了 主要是怎么好意思卸场呢 反观叙利亚 他们没有训练场地 原来国家的球场都被安置 无家可归的难民了 他们只能到学校的操场 和学生们挤着训练了几天 我们的球员在对方准备射门 看看最近的8号跑到半路 立正 侧身 不知道靠近风堵角度 这两场防守 不盯人 不为混乱 只当区域木桩 不想想上岗加上超级外援 连亚冠都干不过 还一直安排上岗队员 连一点轮换都没有 也不知道教练组怎么想的 严峻林在国族的地位可真是稳 不管怎么输 他都在 后方那几个黄油脚也是够稳的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